劉威老家和博物厨 今天要求農業室和農家庭的情緣 前往每年順庫 集合甘季類最早的情形 郭榮表示 今年設計的反應更大後 也造成當地甘季類的構想 遭到民憲的關係 他希望可以比較文壇在政府的協助 就是有農民在歡迎 說為什麼我們的文壇有啟動補助 然後他們也反應說我們的柑橘類 無關是碰甘還是流町 其實結果力都很壞 今天我們看的是第一場 我們也希望說 由農改廠 由我們的主秘 我們農委會在這邊 我們去看全場之後 如果是真的受損連動的話 我們也希望可以趕快來啟動我們的補助 甘索一般初步招款的結果 農改廠的專家資產 比較少有部分的工具調補得很少 但是又不少工具 生了不錯 文壇的話是好的園區 它的足夠也很差 但是在這個園區裡面 它好的看起來是還不錯 但是差的看起來就比較差 就可能說這個可能我們要看完整個區域之後 再來做最後的判斷 才有辦法去釐清說 是否符合這個全面性的影響 但是柑橘類而言的話 它有存在很多的一個 栽培管理的因素 像碰碰乾的話 它有明顯的一個大小年 去年產量多 今年產量就會比較少 還有一些可能需要輸國等等 一個栽培管理的措施 這個我們可能都會一併考量 農曆市議員主要表示 本年自己的工具是不是符合天然災害 救助標準 以希望國府先借行雜部 再由相關單位會甘決定 要請地方政府 依照農業天然災救助標準的規定 先查報災損 那我們看災損的面積跟受損的程度 後續會請改良廠的專家 還有農業署也會派分属 還有會同地方的因因縣政府 大家來共同勘察認定 感到立委洛杰國國務次政院 也希望農委會 可以盡速確定檢測它的受災程度 如果大家有救助的標準 就要趕緊客棟補助方案 協助高隆的順身 記者以名為 超安保德